接下来在地方建设涉及到环保议题的部分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一行人24号上午是前往了台泥公司和宜兰的矿区 来进行考察宜花东原住民地区进建概况 召集人孔文吉针对了台泥公司建用在地相亲就业机会的比率 另外明年度要启用的水泥窑高温处理生活垃圾 是否会带来环境的污染等等议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台泥和平场明年度只要启用水泥窑高温处理生活垃圾 为了了解是否会带给地方环境的污染 遭住相亲学子的就业机会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集人孔文吉 立委蔡壁炉经济部 环保署 花林县政府 宜兰县政府 花林县委员会和信用相公所共同针对台泥对地方的回馈机制进行讨论 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议召集人孔文吉也提出最后的结论 最主要是了解就是我们花莲的垃圾废弃物交给我们台泥燃烧 目前的进度怎么样 还有它所谓的循环经济 以及这多年来我们来那个台泥和平场来关心 就是它跟部落的沟通的状况是怎么样 还有它对部落的这个造成的一些环境的污染 还有回馈就业方面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了解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 花莲县政府的环保局跟台泥已经有做充分的说明了 所以这个我是我们在场的议员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的议员 田英勋议员 松王淑贞议员 理次的强调 不能忽视我们原住民的权益 要照顾我们原住民的就业 今天我特别来也带了宜兰县的松王淑贞议员来 也就是隔壁的南澳县的奥花村 他们也受到我们这个台泥这样的工具污染 环境污染的影响 那也希望获得同等的重视 不管是在就业在回馈方面 都能够获得重视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走出这一步 让台泥跟花莲县政府的环保局跟中央 能够重视一个企业在原住民地区 从事一个像环境这样的垃圾废弃的燃烧的 这样一个对我们原住民的健康 非常的影响非常重大 那是希望他们能够照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 来重视我们原住民的权益 和平场是坐落在花莲 刚好这个有随你也有这种一个优势 可以处理垃圾的一个最好的优势 所以我们一然而然而决定去处理 替花莲县政府处理垃圾 其实这个实在是 真的是我们一个企业者在这边所谓的说什么 这个企业责任或是不是 其实用实际行动来看 包括我想回答刚刚那个打卡园区 无论我们刚刚也讲了 现在一年来三百多万人进场 实际上我们台泥不但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不光过租金什么 他们一二所的全部借给和平国省 有一个月还要大概将近一百万的 在这个打卡的一些环境的回顾 来一年到两包括群体的部分 所以这种钱一然而然 我们董事长认为这个花了是 是有它的价值在 赵地人工具表达师 而正式考察伊朗花莲原住民地区基金间的概况 主要是针对台泥和平场 和伊朗南澳乡矿区的公司 了解原乡乡亲的机会和上空比例的问题 来进行讨论 同时也听起地方的建言 包括地方创生 场地周边环境生态等等 希望能够为原住民乡亲来发生 争取地方需求 记得就用学乡吧